我不能陪在你身邊 希望你不要受傷 一定要注意安全 森尾 你也是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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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那個紅酒之吻 這個畫面也太美了吧 他們兩個人一路從戲裡 聞到戲碗 友情人中 那不對 好像離婚了 不過沒有關係 有我在 我一定讓你們小兩口兒 一路幸福到天堂 正醫師啊 我開始替你的病患擔心了 因為你的人 跟你的心 都不在醫院 他們該怎麼辦 你放心 我的病患呢 我都照顧得非常好 你不用擔心 倒是數分 你家他也要打掃 連公司的事他也要做 我真的很懷疑 你是不是想24小時 把他綁在身邊啊 隨著你的力氣吧 當你發現 你把我當成假想敵 是多麼愚蠢的時候 你會想要找個洞 鑽進去 趙士奇 你這個笑話一點也不好笑 我沒有在說笑話啊 而且當醫生娘有什麼不好的 我在這邊先恭喜你要脫離苦海了 對了 如果之後你遇到何志斌 記得跟他說聲謝謝 你 你剛剛說什麼 你再說一次 拿別人傷痛說人 你很得意嗎 對 你說對了 何志斌是聖人 小時候幫了你 現在又成全了我 我再見到他 我要跟他三拜 我也要謝謝你 教會我做人要往光明面看 我更要謝謝你告訴詠欣 教他擺脫我這個又笨又窮的媽媽 好創造自己的未來 然後你自己呢 你再用冰塊築起到高高的牆 把所有人都擋在外面 這樣就可以避免自己受到傷害 趙士奇 你好棒喔 不過你媽生出你這個沒血沒累 又喜歡挖人家蒼巴的傢伙 我真的是替他感動難過 你說什麼 你根本什麼都不懂 你怎麼替我媽感到難過 你認識他嗎 難道你真的像跟詠欣說的一樣 你拋棄你媽媽喔 最好是啦 靈機如芬 你不要以為你是個 背在來單親媽媽 就全世界你一副 你最堅強的樣子 你以為我不想軟弱 我不想休息嗎 你以為我喜歡這麼努力嗎 我要是有選擇的話 我一點也不想要堅強 謝謝你 麻煩了 謝謝 祝念夏 媽 你來幹什麼 你是不是人不舒服了 你怎麼了 怎麼了 不是我 雨婷 我剛剛去飲料店 才知道她那個來 痛得整張臉發白 朱泰 你真的好有福氣 連生的兒子都這麼好 又帥又體貼 還會來幫女朋友買藥調身體 沒有啦 我沒有女朋友 對啦 雨婷是我的朋友 這個女孩子喔 好厲害喔 年紀輕輕的 就自己創業喔 我們家念夏要是有這個福氣 好厲害喔 像太陽的後裔這一對 最完美經典的姐弟CP 重機幫蕙喬棒攜帶 多麼的甜蜜感動啊 我不能陪在你身邊 希望你不要受傷 一定要注意安全 三位 你也是 還有還有還有 還有那個紅酒之吻 這個畫面也太美了吧 他們兩個人一路從戲裡 聞到戲裡 有情人中 好像離婚喔 我一定讓你們小兩口兒 一路幸福到天堂 這是正常的 不要大情小怪 不要過度概率喔 你們又想幹嘛 我們是來勸你離開行遠一點 你只要現在全夏可能都說你是白癡 怎麼會有一個全夏排名前三的模範 那是喜歡一個排名倒數的啊 你懂什麼啊 講夠了沒 我們要走了 你真的是我看過全夏最不要臉的女生 死產人家不放惡心 倒不爆 他才沒有 這句話已經講過很多遍了 不能換一點新鮮的嗎 幹嘛他們這樣說你啊 我只是想看他們有多蠢啊 我們以前超好的耶 都會去吃東西啊 看電影 都是我請客 他們那時候把我供得像公主一樣 結果呢 應該為了你 給我翻臉 這樣我以後就知道怎麼選朋友了 也想太遠了吧 你晚上不是要跟爸媽吃飯 你不要太晚回去 好啦 那我們趕快出去 拜拜 拜拜 高姐 你又跟蹤我 我不跟著你行嗎 我都不知道那兩個太妹已經無法無天了耶 把你欺負成這個樣子 走 我帶你去請他去配案 什麼警察 君彥誇張 從頭到尾不爽的是他們 生氣的也是他們 我呢 只把他們當屁 只要我繼續開開心心的跟玄冰在一起 把他們氣得像豬頭一樣 這樣是誰欺負什麼的 你 這到底是成熟還是阿Q啊 是我們大人自己太笨 什麼警察 太誇張了 果然我的生日是個壞兆頭 泡上了最美好事 你怎麼這麼說 生日就是要開開心心 我的生日 平面就是有人失去生命 失去夢想的日子 我爸爸媽媽 也是因為我吵著要過生日 才過時的 我們家裡經濟其實不算太好 可是我還是一直吵著要買新手機 我爸爸媽媽在網路上找了半天 終於找到一家比較便宜的 為了趕在下課前可以買到 他們騎車騎太快 就出車禍了 車禍當時 我姐姐在餐廳打工 他聽到消息馬上衝了出去 就把車子轉後 腿斷成了三界 然後又因為對古丁嚴重的顧名 沒有辦法完全的恢復 如果我沒有吵著要過生日 如果我沒有要要求生日禮物 或是我根本不要出生在這個世界上 那或許這一切的不幸 就都不會發生了 你不需要把這種責任 往自己的身上扛 你爸媽在天上看到你這樣 會很難過的 你這一切都是意外 又不是你的錯 爸媽是不會怪你的 你跟莉莉姐 還有淑芬姐 一定是老天給我的禮物 妳真的這樣想嗎 我常常會幻想 莉莉姐是大姐 淑芬姐是二姐 那我就是小妹 那家淑姐妳就是媽媽 我們是一個感情很好的家庭 偶爾會聊聊天 痘痘嘴 拜託 我這年紀怎麼可能生得出 莉莉跟淑芬 她們是阿姨好不好 好 阿姨 妳 雨婷 不然這樣好了 從現在開始 妳叫我媽 媽 我婆婆過世之後 我簡直就是住在男生宿舍 而且 我又沒有生女兒 原來女兒喊媽 是這麼好聽 來 你繼續叫我媽 然後 嫁給我們家念下 然後 我們會變成 Happy Family 哈囉大家好 我是坤達 訂閱東森創作Youtube 和我一起支持姐妹們追吧